穿全身黑 一頭白髮的男子跟警察 匆匆走進殯儀館香燕市 没多久在殯葬人员 搀扶下走了出来 他情绪激动 泪水止不住 靠着柱子痛哭 因为跟心爱的太太 用别了 香燕市传来苦喊声 死者是大陆籍配偶 嫁来台多年 他的同伤好友赶到现场 也崩溃了 一场车祸 混沌一乡 就在新北市土城 京城路三段上 二十四号早上七点多 远景从这辆大卡车 车门开始拉起封锁线 指挥交通 倒在旁边的机车 被用白布盖起来 五十九岁的孙姓女骑士 当场死亡 而目前警方就当时的 案发监视器画面来看 当时这个机车跟刹死车 都是沿着这一条路 同方向行驶 疑似因为双方太靠近了 还会发生蛇火 大卡车驾驶是 二十八岁张姓男子 当时结束工作 要把车开回去 准备下班 五十九岁的孙姓女骑士 是派遣临时清洁工 要去中和上班路上 发生碰撞 机车倒地后 卡车反应不及 直接把人撵过 车祸地点旁边 在进行捷运工程 车道被管制调整 居民说的确因为这样 道路空间被限缩 被一过失致死罪 送办的驾驶 拉起外套帽子 全身包紧紧 在香烟室不发一语 尽管详细称货原因 还要再厘清 死者丈夫坚强地说 人生无常 或许也是想象好好送妻子 最后一成 TVBS新闻周一峰 吴亚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